南韩总统尹席院近期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了 南韩正在和美方商议核武共同计划军演 而美国总统拜登却反驳说 和尹席院的说法是矛盾的 而拜登和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一同是度假返回到白宫 有记者问到拜登 目前是否正在和南韩商议联合核武演习的时候 拜登回答没有 而南韩总统府立刻是发表了声明来驳斥 表示南韩和美国正在讨论联合规划和执行 涉及美国核武资产的一个行动 以应对北韩的威胁 而对于拜登的否认 尹席院总统办公室发言人金恩惠就表示 拜登总统别无选择只能说没有 因为他只被问到了两国是否在讨论核武军演 而此类的演习只能在拥有核磁武器的国家之间来进行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